回到第五場,另一場泥地賽事三班遷移 三天的次關,這場是三班遷移米 起步時出得快點在外擋阿基拉 中間8號這批川河動區起步都快 外擋有一批八心八剪 看內擋那些,君達德 還有天竺貓粉紅衣服 龍之心,初跑來地 馬拉斯見到日本的全龍區 外擋是爆熱,內擋還有一批好拍檔 在美國三隻,青春力量、天行健 包括灰馬,潘頓是旋風飛影 開始入彎時,前面川河動區內擋 暫時帶出了些堆 外擋八心八剪拍到上來 中間龍之心亦跟上去 然後爆熱,外擋上到第四位 反而阿基拉搶不到大頭 也預期要退 中間天竺貓也是 反而內擋骨特德這位還可以維持 旋風區又上了些 然後還有好拍檔 訂出外擋旋風飛影、天行健 包裝在外面六三的青春力量 進來直路時,前面川河動區 來到這裏差不多了 八心八剪先過了它 但內擋龍之心上來 行,馬跑來地看來得到 上來有勢 外面上來就爆熱 但我當作是旋風飛影 最後八靈米在前面 龍之心在這裏走出來才走不走 看他走不走 因為外面是旋風飛影 衝行在這裏 過他就過他 過村風飛影 龍之心第二、第三名就爆熱 第四名好拍檔 那隻牙記拉起步 拼命騎 十一檔,你現在跑到1200 哪會夠裡面的馬快 放開一里 他打算用回跑1400、1600的策略 但一定比裡面的快 你跑1400、1600的馬快 沒錯 跑1200,你不夠短度馬快 那就糟了 然後頂著開門 一定糟了 基本上可以預計得到的 因為這些泥底賽事有很多快馬 一半到這三班千二 那你就頂著開門 四碟 我覺得這場的跑法可以抹 一路全平在開門 那他回來又不是怎樣墮退 其實他均速回來 其實不算很頑皮 不要以為表面會輸 這場 如果他好像另一輩馬 那樣跑 都不知道六死誰手 可能會跑得好一點也不頂 他不是說完全不懂追馬 但早段就沒辦法了,選擇了 旋風飛影似乎配合潘頓 又真的挺合格 跑四次就贏了三次 這隻因為近期都以為 三三四四都差不多 他很久沒有贏了 挺厲害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23秒3,第二段22秒14 末段23秒72 總時間1分9秒16 很厲害 他厲害還是其他馬 不厲害呢 第一,獎一下水準 因為你連跑了五場 3344 其實拋滑 已經是沒有什麼分 但這場的話 又真的由潘頓騎乎 又贏得12檔 贏得很漂亮 索性捉到最後也好 對手又不是很厲害 對手就不太好,因為龍之心也是貴內失望在草地 以為他應該有表現,也是失望了馬 第三隻爆熱,其實也是一隻以為可以跑得好些 但其實也是失望了 龍之心失望,爆熱失望得更久 已經縮到泥地跑千二,這些馬是初去跑系列賽 你看看同場那些很拍檔,其實也是貴內 都不是很表現,不是很突出的馬 八生八戰曾經有些問題,又轉了馬房 其實阿基拉就很有級數,不過這場的跑法都不足為拒 身亡都是傳龍區,不過回來驗到有些東西,氣管有血 這隻真是最失望的,氣管有血沒有辦法 健康有問題 好,看了五場賽事就繼續了,我們看第六場 後面的全部都是草地賽事,四班千四米 3T的尾關,過了兩關的朋友都不多 看看尾關有沒有人中買 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些,神速馬車出得快些 接下來的馬是高分數 內檔那邊還有沙漿金剛 外檔近來是紫荊綻放和快快營 中間是街幅區 然後後一層的馬,見到美麗寬升 拍著它是金發銀發 熱門的年年歡呼第九位 它都後上,不過排內檔要找位上 接著馬還有馬主洪峰 然後還有安排,外檔慢慢想找來 攝債攝不到 起步慢了個無敵勇士在May 34之間 尾以為止是九運 包美粉紅三角匹,暫時得意省 開始入彎的時候,前面高分數 今天走來放頭,放都不要緊 你不要放那麼快 第21秒39,你能否埋到尾 首次第二位是紫荊綻放 貼欄第三,沙漿金剛 二碟第四,神速馬車 然後連連呼呼,很輕鬆上來第五 開始而出二碟 外碟有街幅區和中間的美麗寬升 接著無敵勇士,然後馬主洪峰、安泰、金發銀發 出外檔,走來內檔駁位時得意省 包緊美那隊是九運 暫時已經躲得比較厚 和快快營都退了下去 入隊最後三碟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形勢變了 高分數來到這裡,你放得這麼快 點尾也埋不到 熱門的連連呼呼聲現身 外檔上來有潘頓的安泰 最後百多米的時候 前面的連連呼呼一直帶著安泰 兩匹馬都未開呼 但五彭治兜蔡永河也是五彭治上風 結果連連呼呼開呼 第1名安泰,第3名得意請第4名止經讚放 今天幾隻馬都慢了閘 都是有飛、實力馬 無敵勇士 打算他放在前面很好跑 結果他放不到前面,放在後面 不過他放不到前面 會否影響高分數那些,看來捉不住 一定是馬互動的 一隻不是預期的跑法 可能會影響其他馬 不過捱到今天演出都不太好 雙風 瞎一瞎,出閘慢了 這些真的是跑速度馬 你沒辦法 在後面不用跑了 前面走 這場很有趣 有很多谷草馬,跑到前面過來 但是他的沙漿金剛就算跑得不錯 他也是跑到谷草前面 他守住好位 但其實前段都頗快 他的僵口在最後跳過就好一點 不過這把時事會變 一急口就不好 後面那隻粉紅衫得意繩 直路就塞過來 這隻是透了很久 結果被他拿了第三 不知道是否因為他 對,3T就沒有朋友中了 政長結果 也很大機會 不過年年歡呼 都要贊田泰安這場 都跑得很漂亮 很早就說直路頭已經出來了 同志就不用贊了 因為贊得太多了 對,贊得太多 但田泰安都值得贊 這段其實成績都很好 每天都上來練馬 其實私幫第二位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13秒46 第二段21秒39 第三段23秒87 末段23秒52 總時間1分22秒24 贊得太多 不過伍鵬智 我們聽聽聽他說什麼 雖然他經常贏馬 看看這天年年歡呼 有沒有難到他 其實他主要性格 比較害臭一點 近這幾局他都衝得很好 其實我最初接收這隻馬 都覺得有點難搞 可能因為之前有兩個馬房 他們搞過都很難搞 但可能沒有評分 換回來 落到現在這個班 他可以出頭 我希望他可以繼續有這個表現 游少少慢慢建立他 然後入到直路 他經常都交到一個好的走勢 基本上 不在乎1200、1400 他說可以試一下1600 但都是圖程 可以 賽前其實董明和安都操過兩個 其實他自己走步 還是什麼 因為上個星期跑完 這一場他有馬 一早預約了 剛好田太安沒有馬 田太安跑回 你剛才稱讚田太安的好成績 當然了 水漲船高 你拍過馬頭好的 你連帶的成績也好 拍了一個五彭子馬房 五彭子馬房又交得準 他自己也交到他應有的功課出來 成績也真的很好 今天他贏兩隻都五彭子 原本這部分也不是他騎的 之前都是董明朗騎的 運氣都幫了 因為很匆匆再出 一個禮拜 董明朗有其他馬要騎 沒辦法 馬朱鴻鋒這場是沒有塞的 今天是不衝的 沒有 沒有塞 沒什麼藉口 不過上半場表現也不太好 不過沒什麼藉口 他回來又沒有驗到東西 其實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最後報告都沒有話可說 這隻馬是失望 他唯一有一樣 有第六名的獎金 其他就沒有 沒給他值得說 連連歡呼 看看有沒有再跟 這隻馬 其實在上手都交了很久 其實五彭子過來都交了十幾場 才贏 不是短時間的 谷草也試過 很多東西都試過 還有一隻看得意性 都是讓不得翻 其實上季 由千二一跳上千六 那隻馬第四 這些難度很高 健康有個事 看是讓不得翻 非常失望的都不止一兩匹 還有街覆區 那些又不知 又不知突然 又不知跑去哪 很差回來又是沒事的 好了 看六場賽事 我們繼續再看下去 看到第七場 今天杯賽 二班一千 好 看另一場直路賽 這場高班一點的賽事 二班一千米 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一點 中間灰馬 平海寬星 快一點點 外檔那邊 英雄豪傑也不太厚 當然有隻更快 精靈勇士 近外檔那邊 聲耀王者 狀元及帝 當家精神 內檔實現夢想 今天做好事集才來跑 看看行不行 然後結出漢子已經尾椅 包緊尾那匹 是英雄豪傑 跑了四百米左右 前面 精靈勇士 暫時在跑到中間 帶出了多少 造型及帝 上來拍攝他 內檔那邊 平海寬星 起步就快了 不過想不到這裡已經要騎 反而外檔當家精神 已經上來了 留意馬群中間 異者無敵 這裡找到空位 衝上來 按住個勢也好 內檔那對 就一般般 結出漢子好一點 實現夢想 原來打下去也是 再二班馬的時候 前面 賢者無敵 在中間 突出了多少 外檔當家精神 也上來 跟著上來的馬 外檔後面 這部份是無位的英雄浩傑 在中間 結出漢子 他中了第一名 賢者無敵 直落贏三場 第二名當家精神 第三名結出漢子 第四名狀元及帝 英雄浩傑沒有位 原來是沒有位 還是沒有穩位 我想看看這個鏡 我想因為沒有穩位 所以他就沒有位 沒有位 沒有位和沒有穩位 差一個字 差很遠 其實他很長時間 躲在後面 都知道沒有位 你應該向另一個位置找 是不是賣便可以找到位 他沒有嘗試過 但是就是 因為他兩邊任選 其實現在是 因為本來他是排一檔 慢慢移出來外蘭 當然沒問題 今天自房外蘭還是好些 但是也有選擇 看尾那裏 走了去當家精神後邊 本來開便都有位 當家精神有沒有開 開了一點 你又覺得不夠 這裏就好轉線 這裏比較難 這裏比較難 那是否要轉回當家精神內側 前面當家精神一邊打 最右邊的 你都預期他不會出回去 他有幾百米都沒有拿回 有一段的屠城 一個分段時間 頭段有13秒24 第二段20秒92 末段22秒92 總時間是57秒08 不過討論他之前 先討論潘頓的數據 支持了一點 原來潘頓的數據 是挺漂亮的 二班的杯賽 近八次 八戰五冠兩鴉一季 成績好到不得了 全入 漂亮到無論 而且你要留意 沒有重複的 馬名 潘頓對於二班馬的掌握 即馬的能力 其實很高 你掌握得好 你才選到那些機會馬 全部 每次都是機會馬 這些不是腹子 他不是騎死一隻 那隻經常跑杯賽去贏 長途 跑短的又選對 我看到明治裡面 有勇猛神驅 這絕對不是下得 厲害 但是那隻英雄豪傑 怎麼搞 他真的沒有想到去裏面 你坐下報告有沒有說話 沒有 英雄豪傑都是說堵車 回來就是小組認為 英雄豪傑當家精神 雷雲向外邪寶之際 尚未完全忘空 他在告誡 前面的田泰河 在我們如此情況下 雖家貝小針 告誡前面那個 那是要告誡 因為馬上有少少 向外邪走 就封了別人的位 這個是要告誡 但是問題 你蔡明紹作為一個 這麼大的騎士 是不是只足足二三百米 二百米以上 推近二百 已經想著那個窄位 都沒有去想 拿回去埋便找個位 好像很被動 你不給位置就算了 視覺上就不太舒服 因為是有它一路塞 變成了我們看到有它一路塞 但是如果你說 有成二百米的話 你這麼急忙 我被轉出去 反應應該是這樣 我們看不到 二百米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 你如果在那裡拿回去 我想你不要說第四 第三也分了 有機會上名 第四也拿緊 我想 狀態也不多 賢者無敵 潘頓跑好像贏得更輕鬆 跟得前了 因為之前都很後追上來 報民跑的時候 留得比較後些 兩位喜好不同 報民喜歡倒到最後 他就不是 但原來放前些都可以 還有些進步 好了 看完出場賽事 我們休息一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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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